我们先简单的聊一聊前两天的比赛吧 最后两场比赛的时候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很多人在说 最后两场比赛和之前的比赛 为什么感受会那么不一样 这个可能是球迷观众的感受 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您会觉得之前和最后两场之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奥运会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吧 特别是在我们疫情期间准备了后两年以后 我们其实内心都非常渴望去 这个奥运会能够召开 因为前面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 所以有大家心情不顺定 那后面我们反而也是全力备战了 但是呢就是确实是这个结果呢 都出乎预料也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因为本身觉得这么长时间的练兵 往后状态其实挺好的 为什么到了这个前两场就一直没有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还是包袱太重了 就是打顺了可能还行 打顺了 如果是说场上局面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就是有一点钻进去就觉得怎么回事啊 就开始怀疑自己啊 或者是精力不够集中啊 就开始了 是 友谊 是 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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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以后